你经常会感到这个口干口臭吗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最近呢,有位粉丝朋友来咨询我 男性朋友,34岁 他说呀,总是觉得自己这个嘴里啊 黏你的不行 有的时候呢,又干又苦 又干又苦呢,又黏 有的时候呢,一张嘴啊,臭烘烘的 平时呢,就是喝了再多的水呢 也没有用,完解不了这个肝 这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舌头 首先,来我们看这个舌胎呢 是比较厚腻的 尤其是中胶偏下这一对 是不是 而且呢,这个仔细看的话 这些地方还发黄 另外呢,你看这个舌头呢 也有尺痕 集中在上胶这一块 另外呢,再压上我们看 这个舌头中间偏上胶一点 这个裂纹 这些都提示脾胃湿热的情况 有湿热,当然它出现在中下胶 脾胃湿热 这个是湿热,我们说过了 齿痕蛇都是主湿 其实是因为这个水湿把舌头给泡大了的原因 而且呢,它有消化不良 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还是中上胶一点 所以呢,它也有消化不好 为什么有口臭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这个胃的腐疏能力差 吃进去的东西消化不好 所以那个气质才能反得出来 所以呢,它总会感觉到嘴巴里黏 后背困 大便黏马桶 口干口臭啊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症状呢 容易胀气 这些都是消化不好的原因 因为那个气不能正常的分解成水无精微嘛 对不对 腹部灼热呢 这个是,虽然这上面看它热不是很重 就这个腹部灼热 我们就认为它是以食热为主的 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 舌根这一块呢 也发黄 这是中上胶这块 舌根这块也发黄 这呢,也有下胶湿热的情况 所以你看它还有这个小便发黄啊 钢门灼热呀 阴囊潮湿呀 包括这个性功能也下样 其实这个不是很清楚 原来拍的话里面更绵腻 当然也有凹陷啊 这个下胶这一块 像它这种条理思路呢 我们常常就是以黄年这一对的清火 叫苦寒之辙 然后呢,又培兰 因为培兰这个药呢 有醒皮除灰的功效 它可能清清口气 所以在这个口臭偏于中上胶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会配上一些培兰 这个培兰泡水是很清香的 它可以从这个表面的情况来改善这个口臭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呢 你还是要加强味的这个消化能力 这就要标本兼职 所以你像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是 湿热 当然也有虚 我们说了就凭这一个列文 它就也有虚 这是它的一个情况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团成人 请不吝点赞